大家好 我是小室 今天來到Studio開箱 就是我眼前這款非常強橫專櫃的 B&W PX8 這款頭戴式無線耳機 很高興借回來這款麥拿倫的版本 這款PX8有非常多的版本 首先有它普通的黑色和中蠍色 另外有麥拿倫的版本 最後終極有這個007的特別版本 基本上這款PX8有非常高的階梯 讓大家追上去 這次我見到麥拿倫這款非常帥的色調 在網上也不太見過人開箱 所以我特意借回來和大家開箱實試一下 別說那麼多 現在立刻來看看有什麼入面 未和大家開箱實試之前 提醒大家在看這條影片的朋友 請LIKE這條影片 留個言 支持一下我 另外未訂閱的朋友可以訂閱 按下鈴鐺 記得按下鈴鐺 因為我看後台的數據 原來我們10萬的訂閱入面 只有1萬人有按下鈴鐺 所以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的話 我們繼續做更多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們和按下鈴鐺 這款PX8的麥拿倫版本 其實最棒的是它的橙色 因為它的橙色配合麥拿倫的車身 可以看到麥拿倫的標誌 另外有B&W 另外有PX8 基本上外盒不太特別 因為有隻耳機已經非常特別 看到它的配色是灰色加金屬銀色 再加上橙色已經非常型 另外有Bluetooth Logo 還有APTX Adaptive 還有iPhone的標誌 現在馬上開來看看 B&W 聯成麥拿倫 只是這裏已經值多幾個水 接著裡面的耳機 一個布網的耳機套 裡面當然會有一個特製麥拿倫的標誌 好型的橙色和灰色配搭 這次PX8的用料都非常講究 無論是頭帶、耳面、支架 都用上了一些特別的配料 待會在技術規格上跟大家講解 而這隻麥拿倫的配色 這隻麥拿倫的配色 真心是不得知了 一帶上去 大家已經知道這隻 真是非善男順女 不如現在我馬上帶來 享受一下這個感覺 耳機很棒 裡面已經大大隻字寫了 左和右 所以發雞盲的大 都一定能看到 其實戴上耳的感覺 是出其地舒服 因為耳面的觸感非常好 而且耳機雖然跟PX8 比较多 但是都是三百多克 戴上頭也不太大壓力 所以耳機也是舒服和正 頭帶是NEPPA皮夾 接下來這支架 就是用上壓住鋁金屬臂的物料 所以基本上硬度和輕度 都可以保持得到 用它來做這個物料 其實只是PX8才有 以我所知PX7 都好像不是用這支架 另外就是耳面 剛才說過 都是一個NEPPA的物料 所以戴上去的感覺是非常舒服 而機身會在底部有Type-C插口 另外耳機的側跟 有一個功能鍵 有一個大小聲 以及Play & Pause的實體鍵 這些都是用實體鍵的形式 最上面是開關鍵和Pairing的鍵 到現在來說 B&W的耳機都是用實體鍵的操作 來做這個控制 所以來說 其實都是有傳統的耳機感覺 盒裏面就看看 兩條橙色的線 一條是Type-C to 3.5 方便大家做聽耳機之用 另一條是Type-C to Type-C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的手機沒有3.5mm 就可以用Type-C去連接 另外如果你是用PC 或者MacBook Type-C to Type-C 就直接做DAC解碼 盒裏面的東西就是這樣 另外會有一個信封 有些說明書 這個橙色就是Signature 另外有Quick Start Guide Quick Start Guide 大家可以看到PX7 S2和PX8 都是共用的 未和大家實施之前 先和大家說一下PX8 的一些技術規格 究竟是甚麼 B&W的PX8 是一個罩耳封閉式的無線耳機 單元方面 就是用上40mm 全頻碳纖維動圈單元 無線連接方面 就是用藍牙5.2 版本 支援aptX Adaptive aptX HD aptX ACC 以及SBC 續航力方面 充滿電的話 可以用到30小時的音樂播放 快充也支援 充15分鐘便可以聽到7小時的聆聽時間 有獨家的DSP技術 六個米的烈陣ANC功能 而頭帶和耳罩 都是用上NAPPA皮夾製成的 內置DAC功能 可以利用USB-C連接電腦直接播放 重量方面是326g 顏色方面有黑色和中蠍色 售價基本版是5480元 麥拿倫的特別版是5880元 007的特別版是6380元 大家看到兩隻EKS 鏡頭右手邊是麥拿倫PX8版本 而左手邊是PX8的標準版本 其實兩個Formfetta是一樣 而物料方面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 只不過在配色上不同 所以在外貿協會的朋友來說 應該會覺得 都值得比掛 另外PX7的S2 其實我也有在手上 大家就看到 耳機的Formfetta是一樣的 只不過在物料上不同 例如PX7的S2 頭帶是用上這個布 另外耳機的機身也是用上布網 所以在重量上 PX8就會比較重 另外PX8和PX7 除了外觀不同之外 其實單元都有分別 因為在PX8上 用上全頻碳膜纖維動圈單元 而PX7是用40mm全頻單元 所以中間在音色上 當然PX8可以駕駛一點 實質方面 這次小生用兩部手機 一部是iPhone 14 Pro Max 另外一部是Sony AXperia 1 Mark 4 首先我會連接iPhone 和大家看看App 裡面有什麼設定 裡面有耳機 PX8按連線 再按POWER鍵 向上做藍牙Pairing 便會推出Pairing Mode 模式 接著已經可以連接到 接著開啟App 再加上一件新的器材 便可以進入Main menu Main menu Main menu 會看到一隻耳機 接著會有一個快捷入門 其實快捷入門 就是快速地教你怎樣用耳機 但基本上耳機因為有實體鍵 其實用不難用 大小的聲音 聽歌暫停 按實量有什麼可以做 還有環境控制 即是Ambian sound 又會在功能鍵上可以試得到 接著會有聲音降噪的消除 接著會有一個通過的Pass through 一按通過 空氣聲馬上非常好 接著一個什麼都不開 就是一個普通的被動式隔音 接著在設定中 有高音設定 以及低音設定 另外快速行動 有個叫自定義聽筒上的快速按鈕 即是剛才我說的耳機另一邊的功能鍵 是用來做什麼 有一個語音助手即是開啟的assistant 即是Google Assistant Alexa之類 接著有一個環境控制 這個就是開A&C還是Ambian sound 按一按 它便會按鈕 接著便會去A&C 再按一下便會按鈕 便會去Ambian sound 基本上 其實都是在環境控制的三個位置來回 按一按 其實它便會跟著轉 即時去A&C 即時去環境模式 以及去關閉的被動式 都算是幾簡單 另外那些自動代機、穿戴感應 那些其實大家可以跟著自己的需要去設定 而這個App 內 其實現在還可以讓你設定一個串流平台 其實便可以讓你設定這個App 去聽你這個串流的歌曲 譬如像我現在 其實這個App 之前連過 我已經把Tidal 連了下去 所以去到第二行這個位置 其實便會有Tidal 裡面的Song List 用A&C 的模式 聽首歌試一下 好 Cara 一開手便有一個吉他的聲音 吉他的聲音出來的誘惑度挺高的 Cara 把聲音出來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他走在咪咪上唱第一句 有很多細緒的聲音 在裡面 現在正在開啟的音量 大概是八成左右 很溫暖的Cara 聲音 有些少少B&W 一些暖聲的厚聲 慢聲的感覺 這隻耳機 雖然他那個人聲一直浸著整隻耳機 但他後面的結他聲 歐然聲的位置 其實都能夠聽到 很甜蜜 聽這首歌 原來 旋律或整首歌的感覺 是一個很甜蜜的感覺 在Cara 的演繹上 在這個PX8 出來的效果 都能保持到那種甜美的感覺 好了 iPhone 試完音質 在AAC 上 我覺得他的細緒 和聲音的密度 其實都是挺不錯 一個挺高階的一種音色 自然當然要試在Sony 用上這個APDX Adaptive 的感覺 一隻耳機 基本上可以兩部手機連接 所以現在基本上 已經連接了Sony 手機 我直接進去Tidal 找回剛才的同一首歌 來試一試 其實在聲音的本質上 不太大分別 只不過在Sony 上 你會聽多了少少高頻的伸延細節 HIGH REST 的感覺 是豐富少少少的 現在是24bit 48kHz 用著APDX Adaptive 還有空間感是闊了少少的 這件事其實都很符合 可以調整 beat rate 和壓縮 給出出來的效果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HIGH REST 了 或者沒有壓縮 是不是會好多 其實是很難聽得出的 你要這樣放平A B比較 你才會容易聽到中間的分別 大家同樣是Tidal 的狀態下 其實KARA 的聲音 是會厚度和剛才差不多 但是你會聽到它的尾音 結他弧弦聲 以及整個音場是會比較大少少 闊少少 但都是偏一個溫暖的聲音 一個 B&W 那種的暖聲 Sony 配搭PX8 其實你會聽到結他 或者樂器裡面的細節是比較多 人聲反而沒有那麼注重 這個一直都是AAC 和Android 手機用的APTX 或者LDAC 一個最大的分別 Apple 的調聲是人聲先行 你問我 兩隻手機出來的聲音 的性格偏向都差不多 都是暖聲 厚聲 但是在Sony 上面 你會聽到音場闊少少少 以及尾音多少少 但是你問我在感情上面 我覺得iPhone 出來的感情 是比較上是正一點 這件事真的沒有說絕對 沒有說一定是規格高 就一定是最好聲的 這件事都要看配搭 而這個狀態之下 我配搭 我自己對於聽這些慢歌來說 iPhone 是會稍稍休勝的 但如果你聽到很多 立體感度強的那些 Sony 上面會更加好 這隻耳機還有很多功能 都可以和大家試 通話效果 ANC 的一個力量 究竟是怎樣 怎樣玩法 以及連線穩定度 現在我就會拿一隻耳機 出去威一下 和大家試其他不同的功能 好了 現在小室就來到這個 繁忙的大連快度 和大家試手機 手機就是用Xperia 1 IV 連著這隻PX8 蜜辣輪版本 非常之張揚 電話後面就是Hugo Hugo 是請說 小室聽到的 現在我正在用這隻耳機 和大家對話 我旁邊有非常之多的車聲 你聽到我又覺得怎樣 其實不太聽到車聲 人聲方面 我覺得它是穩定的 但是可能 清晰度方面 就可能會是剛剛達標 沒錯 清晰度方面 那就是說 因為聲音蒙了 還是說 其實聽得 不是很清楚 背景聲 和它有這個交集 還是怎樣 感覺上 它好像 穩定度 會差一點 可能很間中 可能有些字會跳一跳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又不影響溝通的 那現在 譬如我有時候說話 可能一句句子來說 也有些位置會會折一折 沒錯 會跳一跳 但是我剛才說了一段 有沒有折一折聲 那樣 剛才那段 剛才那段 又沒有事 不過它有時候 可能車多的時候 會輕輕折一折聲 有這樣的情況 好了 這個通話 都來到這裡 基本上 現在在這麼吵詐 環境和大風的情況下 我聽Hugo說話 就沒有什麼問題 都很響亮 不知道你聽我的話 又覺得怎樣 合格的 但是如果可以 人聲再出一點 就更好 好 那今天通話的測試來到這裡 謝謝Hugo 謝謝小七 現在我正在用 Pony Xperia 1 Mark IV 之後就試試聽 KK Boxer 在用HIRUX的狀態之下 APPX Adaptive的效果 究竟連線穩定度 又會去到哪裡 好 在這個燈位上 其實以前也有機會 有些耳機震 在這隻PX8上面 連接這個APX Adaptive 在狀態之下 就穩定的 現在呢 進去葵涌廣場 看看 進來呢 非常之餓 因為這套 周圍的東西都很香 這隻PX8 基本上 去到現在這個 藍牙的代數 都很穩定 所以到現在來說 我都未聽到 任何窒聲的情況 現在呢 這隻PX8 在小室的手機上面 連線 就在用48kHz 我會試用96kHz 現在就調到96kHz 看看連線穩定 有沒有變線 沒有任何問題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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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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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連線性 都是非常之不俗的 那現在呢 就小室在用這個 立體聲收音咪 那裏 就試一下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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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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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用手機 就是Samsung S23 Ultra 那裏 那裏 就試一下 這裏 用這個方法 就在頭大式耳機而言 可以試得到 讓大家感受一下 那裏 在這個位置 基本上都會有些空氣聲 等等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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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個PASSIVE 的 即是 沒有任何 主動式降噪 用的是普通的耳機隔音 接下來我會按直通的位置 讓大家聽聽耳機的ambient sound 的效果 這就是耳機的ambient sound 的效果 空氣的環境聲會聽得比剛才多 亦有舒服自然的效果 另外就是ANC降噪 現在是用上ANC降噪 這個ANC降噪已經是用了Adaptive模式 即是會自動將ANC降噪的效果 加大縮小是它自己做的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好調校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可以親身聽聽 這個PX8降噪和ambient sound 的效果 希望有少許的實驗 可以讓大家實視一下 現在這段影片小西在用 PX8連接了Samsung S23 Ultra 用這個專業拍片模式來做錄音 所以現在你聽到的聲音 收音全部都是經由PX8來做錄音 不知大家有覺得這個PX8在自己的錄音情況下 效果究竟是怎樣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跟大家出街實試完這個B&W的PX8 本來想在街上做這個Ending 但街上的確是非常之吵 所以還是決定回到Studio 跟大家來個總結 這個PX8基本上在價錢定位上 5,480元這個基本版 其實都已經算是一個旗艦中的旗艦價錢 在以前來說 無線的頭戴式耳機都是2,000多元 接著之後去到3,000多元都有 但去到5,000多元這個價位 其實就必定要是一些 真正的傳統音響品牌 它做出來的耳機才可以有這個價錢 而現在這隻的B&W 其實基本上去到PX8這個級別 正正就是這個旗艦級的產品 本來來說 雖然它的Form Vector 和PX7的S2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但裡面的用料和那種專貴的物料 其實放回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你用PX8的時候 其實在感覺上已經不同了 加上它這個40mm的全頻碳膜的 纖維動圈單元加進去 其實基本上你已經可以享受到 和這個7-8系列同系的高頻聲音 和爽快的感覺 所以在聲音的質素上 無論是AAC或者是APTX都好 其實它都可以有B&W那種傳統的音色 一個英國聲一個慢聲暖聲 但是又不失分析力的一個效果 而這隻單元你問我 我覺得都需要一定時間的煲鍊 它才可以做到一個很鬆化 所以剛才我試聲的時候 基本上試了一兩首歌 我已經可以說得出那個感覺 但是當一些大動態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如果煲回四五十個小時 它開始開聲的時候 其實那個大力量應該會更加強 因為這隻耳機本身的聲音質素 因為它的潛力就算是剛剛開聲 我都覺得它已經是對著標準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試其他功能給大家看 而在其他功能上 我覺得它都是用實事求試的方式 來跟回它們之前的耳機 它有個APP 今次的APP 其實都已經是比上代的APP 它是用得舒服 亦都是用得自然 而PX8 亦都可以支援到兩部手機的連線 而它的玩法就是會自動takeover 即是說你A的那部機連左 B的那部機連左 你A的那部機一邊聽著歌的話 你B的那部機再開音樂的話 其實它已經會takeover了A的那個聲音 這樣就比較方便 因為有時候你聽聽一下歌的時候 另一部機電話響的時候 你都不需要飛來飛去 或者搞很多東西 或者要先暫停 這件事我覺得是正路的做法 而在聲音方面 除了剛才提及單元強環 其實這隻PX8 都用了它玩toy-in的模式 所以你會見到 耳機的內側 那個面板 其實都會有少少斜角的做法 其實在它們的聲學上 它們會感覺到 好像你擺喇叭toy-in 對回皇帝偉的感受 這件事我覺得 這些聲學技術 其實在一些老牌的傳統音響品牌上 它們的經驗會比較多 這件事也是B&W的傳統 做出來的一種音色調教 其他功能上 我覺得都是一個屬於合格的水平 通話來說 遲些Firmware更新 可能聲音的質素會有加成 但暫時來說 我覺得聲音有進步的空間 如果人聲可以再大聲 更鮮明一點 就會做得更加好 而這隻耳機 它也有內置的DAC 如果大家在玩電腦 或者其他不同的器材 有USB Type-C 都可以用它來做解碼 在可換性上 其實又比起一些普通的無線耳機 亦都多了一些玩 因為你可以當作有線耳機用 但唯獨有一點要留意 就是因為它都要有Power 才可以踢得著它的發聲 所以當你的耳機不夠電 如果你想玩3.5的輸出 其實基本上它都做不到 所以這件事大家就要留意 好了 這隻PX8來到這裏 開了一隻麥拿倫 另外還有一隻007 還有一隻基本版 不知道你又怎樣看 這個PX8 那麼多不同顏色 你又喜歡哪一款呢 歡迎在這個留言區告訴我們 我們亦都會在forum 開發帖 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隻耳機測試時的點滴 好了 今天這隻PX8的無線頭大式耳機 分享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 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下鈴鐺 我們會通知叫你們看